第二次以後呢 那我就讓他向下追蹤 OK 所以我們應該在哪邊寫 這個要改一個R 那你特別注意這個相對比較困難一點說 我要先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 他是不是第一次下載 如果第一次下載的話 那我就把這個 E 有沒有 這個地方用 放在哪裡呢 放在AE裡面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我就讓他一直往下 下放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一列 加1 OK 所以程式怎麼寫 我想到的方法最簡單是做一個邏輯判斷 if 為什麼知道 如果是第一次 怎麼知道第一次呢 如果Range 我就判斷什麼Range AE裡面 AE這個儲存歌裡面 如果是沒有東西的話 等於空的 如果裡面空的 表示說他是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是第一次下載 空一個 Then OK 然後Enter兩下 一樣打一個L 反思 反思就是 他是 有 這個是 這個邏輯 是執行 如果他裡面是空的 這個邏輯呢 是執行 他裡面 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意思說 已經下載過第一次了 如果是空的 那R R這個 變數裡面 我直接給他E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 我是A 串一個R的變數 那 反思的話呢 那我這個R 就是向下追蹤 怎麼追蹤呢 就幫我從A1 幫我從那個Rrange 從A1的地方 幫我向下追蹤 向下追蹤前面有寫過 點And 有沒有 然後 前 刮弧 向下的話 就是Excel 當 前面一直強調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 太多地方一定會用到向下追蹤 那他這個就是Ctrl向下 那Ctrl向下之後我要得例的是什麼 點Row OK 有沒有 那這樣的向下追蹤可能會追蹤到91吧 可是我要的是放在92 就是他的下語 所以這邊 記得要加什麼 加1 1 1是說 追蹤到91 你不能從91開始 不然會把 那個內衣最下面的內衣被蓋掉 所以加1嘛 這來的話怎麼做呢 所以這邊做一個邏輯判斷 多一個R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把這個 1 改成R就可以了 所以 同樣的方法 你把這個 1 雙引號雙引號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R就可以了 然後把AND 碰開來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個後面 他多一個AND沒有東西 實際上如果你後面已經沒有東西 你AND空的 這個可以刪掉 沒關係 但你不把它刪掉 程式不會錯啦 只是說 如果以後看到AND沒有東西 其實你可以把它delete掉 這樣就OK了 好 那我們程式基本上已經寫好了 好特別注意喔 所以重點喔 1 就是 把那個 這邊本來是 indage page 等於1嘛 放一個i 那這個i的話 從這邊來 for i 等於1到57 那這個值 就是1到57 另外這邊有一個 r and r 有沒有 那實際上就是如果 他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我的r 等於1 反之的話就向下追蹤 加1 再綁我放到這邊來 那他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 OK 程式 就 大功告成了 我這邊 我順便改一個 地方 這邊可以把 這個sup改一個名稱 叫P4 因為我待會我會把它 cull到雲端上 你們 如果程式 假設不是OK 一次可能做不出來 同學 沒關係 你就直接 到雲端上 乾脆先複製貼好了 如果你還是有問題的話 先貼 先run 然後再多試幾遍 好 那我們最後 做完了 再來的話 亂亂看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然後接下來我按f8 如果沒有把握的話 請你按f8 第一個 這個a 這個a1裡面是不是空的 回來的邏輯 tru 表示什麼 對是空的 那應該走哪個邏輯 走這邊 r等於e 所以 這邊就過了 所以r就變1 那串起來的話 就變a1了 就放這邊 就抓那個第1個 第1個page的資料 幫我放下來 OK已經放下來了 接下來的話 next 意思說 這個 i現在變2 所以再來就下載 indage page等於2 然後呢 再來喔 特別重要這個邏輯是不是 tru 剛剛是tru就跑這邊嘛 現在是不是tru fors 為什麼呢 因為 在那個a1裡面 已經有資料了 所以它表示fors 的話就跑哪裏 跑這邊下面這個 r 向下追蹤 幫我 所以這邊向下追蹤 追蹤到的結果呢 那你會發現 這個追蹤到的結果 就是向下追蹤到 91 91加1 所以是92 OK 我們看一下 所以你把這個 Ctrl向下 91嘛 所以91 變92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去抓 page index page等於2 OK然後一樣 refresh 抓下來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再往下抓 所以你會發現 index page等於1的話最下面是 2019年的8月的13 那這邊的話是8月的9號 OK 所以以此類推 那 OK好 那底下的話呢其實都一樣 都雷同嘛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全部run 直接 當然它會跑一下下啦 因為59個page 可能大概一秒鐘大概就下一個 所以大概也許抓下來 可能會需要 可能也不到1分鐘 全部就下載完了 跑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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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之後的話 待會我們就可以看到結果 那你會發現它底下 會一直顯示什麼正在連結 如果沒有的表示OK的 那我用Ctrl向下 這個時候呢最下面是 5130 OK 你會發現就是 20